好 这广告看板错得很吸睛啊 来看这一间路边摊的广告 看板写着什么 骗人是小狗 老板疑似把小狗写成了小G 网友认为老板你也疏忽了吧 叫全部写成了提手旁 也有人认为是故意的啦 刘云霄说己所不欲物托于人 小时候不读书长大写小狗 小G 小G说关我什么事呢 躺着也中枪 这是大家网友幽默一番 我当然还要来看看的是这个 这个妈妈恐怕笑不起来了 这个妈妈在领书社团破文 抱怨说就读小学才一年级 这么小的小女儿体重18公斤 但是书包有多重 你看放了多少书啊 4.4公斤 明明只有五本课本 加上一本字典 看起来怎么每个都超级厚啊 这样子呢 女儿放学的时候 还不小心跌倒 居然像是乌龟被翻身一样 爬都爬不起来 这样每天背一堆厚厚的课本 请问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呢 文章公开之后 引来了很多已经当爸爸妈妈的网友 留言跟附和 我当然还要来看到是张婷跟林瑞阳 最近把事业遗忘了大陆 不过没有想到因为公司涉嫌 违法传销 遭冻结台币26亿元 立案调查4个月 结果出炉除了需要缴回 违法所得跟罚款将近9500万元之外 他现在名下96套 总之79亿元的房产都被查封 张婷夫妇晚间发布了声明 只说只知所以一直不发生 是出自于自己觉得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由于案件很复杂 公司现在不便回答各方的问题 也请外界不要无端的揣测 定衡林瑞阳转战上海经商多年 官方判定夫妻两非法从事传销活动 两人名下96套价值79亿台币房产被查封 消息一出网友炸锅 96套超乎想象 不过张婷的豪奢 早泼露在他的一身航头 今年4月初 林瑞阳和张婷财因公司 涉嫌非法传销 被没收所得8755万台币 还要缴税722万台币的罚款 两人这些年的营收因此曝光 这次遭查封的96套房产 正好是夫妻两直销品牌的总部大楼 整栋楼从空中俯瞰旧项客钻石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 一整栋楼和地下仓库共96套房 总值达79亿新台币 这仅仅只是夫妻两名下的其中一套 另一栋在上海的黄埔江畔 价值达115亿台币的江景房 当中还不包括两人住在上海值8亿元的豪宅 你们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一年365天我工作356天 张婷曾在直播痛哭委屈 外界质疑她捞很大 如今她名下79亿房产被查 相信之下被网友调侃 太讽刺 记得丁线沿佩宇北京报道 41岁艺人纳豆1月24号 因为脑出血紧急开刀 3月初她离开台北国泰医院之后 转进的是荣总 在女朋友一一跟家人陪伴之下 纳豆已经恢复了大概八成 未来三个月将是一个环境的附近关键期 预计最快4月底就能够回家 纳豆有人就透露说 她因为脑出血升级了神经 虽然能够认得人 但没有办法立刻想出名字 而她清醒之后 第一个认出的人 就是女友依依了 我们再来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